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 美国政府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 实施新的新冠防疫措施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过去24小时内 日本、印度和马来西亚已陆续宣布 加强对中国旅客的入境规范 理由是中国疫情持续上升 日本将要求来自中国入境旅客 在抵达日本时期 你也是 谢谢 马来西亚则将额外追踪和监控措施 美国官员也说 他是给你一个机械手臂 担心中国的新冠疫情 以及数据不透明的情况 以上新闻是由张廷轩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 那个Will的麦牌有一点歪要转正 给你更多即时新闻 祝你需要你 你不必要调整 再次 耶 另類角度 犀利對談 那我們來囉 聞能量滿載 請聽 POP 搶先報 好了各位聽眾午安 歡迎各位收聽 POP RADIO POP搶先報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朱學恆 請鎖定 POP RADIO 聯播網北部 FM91.7 逃出苗FM90.7 各位聽眾朋友 可以透過APP收聽 或是透過YouTube直播 來觀看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官方頻道 917 POP RADIO 那今天的難得 是宣傳本台自己的節目 真開心 這是POP RADIO 夢想實驗室的主持 夢想實驗室的主持人 8VI 但這個要念AVI 還是 念你最喜歡的AV AVI 開心了 真希望是有一點關係的 AVI 台灣總經理 Will 黃世豪 世豪兄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不要世豪兄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Will 好 那就 Will我們可不可以 因為不好意思 今天本來有一個環節 就是照慣例都有Google Trend搜尋 但是因為 今天的Google Trend搜尋 都不是很樂觀 好 勉強講一個 去 昨天的景氣燈號 慘華至12分 跌落藍燈 預計明年 恐怕都不會很好 開心了吧 好 那個 我們要先問Will Will你的節目 是在什麼時段 我的節目是在 每個禮拜六的下午 4點到5點 4點到5點 不是朱大哥這個熱門的時段 這不是熱門的時段 各位 每次大家都來講 各位 以前是很冷門的時段 現在也不是很熱門 是因為中午大家吃飯的時候 以前廣播節目就早上最多人看 因為在開車 中午吃飯的時候 他就去追劇 他幹嘛看 廣播要不是因為我們走 我們走三屬路線 妹屬 低屬 還有一個什麼屬 我忘記了 就連記都記不住 我們勉強吸引一些固定觀眾 那夢想實驗室 聽起來很高大上 請問主題是什麼 其實主題很簡單 就是把 可能以前 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的 然後找過來 然後告訴大家 他們在做什麼 這講得相當抽象 有訪問過AV女優嗎 還沒 那這樣感覺你人生不夠開闊 這個要請 還是你以前就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沒有訪問他們 沒有沒有 這個要請主打幫我張羅一下 我們在這個部分 也都只有看而已 其實不認識 那可能我們是同道中 也不敢 最近日本在這邊受到重創 我們身心也受到很大的挫折 但除了我們剛剛講之外 一般來講是談創業對不對 對一般來講是談創業 可是有很多是在不一樣的領域裡 比如說像有一位比較特別像 我一個 你故事要保守一點講啊 不然我們一開始第一集就講完 後面就只能罵人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鋪陳他的故事 OK可以 其實基本上這個節目是幫助大家去探索更多不一樣可能 因為可能從我自己的教育 就是升學體系上來的話 我真的覺得好像我的出路就只有當工程師 往金融走 然後當公務員 然後就沒了 其他地方好像就是都叫冒險 任何跨出固定規範領域的都有挑戰性 所以來的人也是通常是要斜槓嗎 或者是異業或者是創業 有一個大概篩選的標準嗎 其實篩選標準很簡單 就是他對於他做的事情很熱衷 那即便他是在可能傳統的產品裡面 但他做出一個讓我們覺得不一樣的感覺的時候 就他不是單純為了錢 為了生存去做他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每次聽到這個東西 只要他說他做事不是為了錢 他一定很有錢 因為我們做什麼事都是為了錢 哪有不用錢 我今天早上還跟一個整副的師傅說 你假如能夠解決事情就不應該少收錢 所以你篩選是怎麼樣 你篩選還是跟製作團隊一起討論 跟製作團隊一起討論 所以說可能他們會給我很多像是一些報道 或者很多一些文章 或者觀察等等的東西 這個人很有趣 然後他可能做一些東西我覺得哇太酷了 就請他來講一下 大概是這樣 那可是這個有一點挑戰是兩個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在媒體上看到的東西 也許是經過包裝 也許不是真的真有那樣子 那第二個還有會 也不一定說創業 就會做出不一樣的事情的人 不一定會講話 這兩個問題要怎麼克服 對對對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有可能是媒體包裝 所以來這邊我們問一問就知道是不是包裝 對啊一問他那不然怎麼樣 問完之後不好意思啊 你回去跟你公關中事講一下 不行 不合格零分滾 對那第二個問題是確實有碰到 尤其是那一種做那種就是他是coder coder要講話很難了啦 他連要交到女友都難了 你叫他來訪問 我最近才知道我已經遠離那個領域那麼久了 太多太多的這個層次語言我通通都不認識 我現在連記都記不得了 太多新的完全不認識 哇真的 這個現在什麼python那些 對python都算舊了 後來有一堆新的 我完蛋了 我跟沒有完蛋了 python後來還有一堆新的什麼 專門給微軟架構用的 然後專門連java都沒有啦 大家都不要再想了 我看那個語言我想這什麼鬼 這真是隔行 現在隔一年就如隔山了 哇真的真的真的 這個看來 呃 主打還是 呃 那個敏感 也不是 我也沒有那麼敏感啊 不好意思 感覺好像在聊別的東西 並沒有 我其實是一個很剛正不阿的人 那那coder來這邊怎麼訪 不要公圍啊 對真的是 製作單位會先去跟他蕊一下嗎 呃 會就打電話去 大概呃 知道說哪些東西可以講 哪些不能講 對但是 你找coder來有不能講的東西喔 呃 所以你不能說我交不到女友 對類 哈哈 他講他有女友啦 但是我沒有講誰 但是好像 也不是他講他的女友 搞不好幻想中女友啊 你家現場打電話給他 搞不好就出問題 我覺得今天整個就是 真的 不是因為這個各種各樣的事情 我們都遇過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做很多跟社會的呃 遭遇不幸的人 弱勢的人或政治有關 欸我製作人有時候去蕊搞 會搞到身心受創 你知道 就是對方的生活 就是真的過很悲哀 然後你跟他講 他就蕊到你 整天被陷到他那個環節裡面 很悲慘 然後他就去跑馬拉松就好了 嗯 真的真的 他我們製作人是馬拉松專家 不知道他有沒有遇到沸鴻泰 沸鴻泰還跑了半馬 欸我也剛跑完半馬 你也剛跑完半馬 對對對 你幾歲了 我34啊 沸鴻泰快70了 他跑半馬 你也跑半馬 我認為這種事情就不用馬出來講 不是一個剛好 一個剛好 那整個 訪談 最近大概累積訪問多少集 我現在已經大概40多集了 40多集 40多集也就是快一年 快一年了 那平常訪問的時間 怎麼跟他們約時間 因為你是禮拜六播出 你也不能跟他約禮拜六live 因為我自己時間 通常只有禮拜三比較快 所以一般就是禮拜三 當然他這邊捧的時間 這個也還好 這邊捧禮拜三下午 好像也OK 而且我們已經幹掉一個主持人了 對啊 姓蔡有沒有 所以應該有一些棚比較可以空出來 這個 你有吃到蔡大哥請大家吃的披薩什麼東西嗎 我沒有吃到 但他有跟我講過 他沒有跟我講我也沒吃到 糟糕了 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長還已經上任就得罪的一個節目主持人 雖然我們是小人物 但是披薩我也沒吃到 他也沒跟我講 要去台北市文化局 我等一下轉交一下披薩給你 他有跟我講 我轉交 也不知道他現在怎麼 冰在冰櫃裡面 到時候拉出來 沾養一樓 放這麼多天 還沒有 這個離開我們人間 好啦 我們先進廣告 休息一下 待會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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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 而且剛剛還有聽到你廣告 對 你的那個廣告就是 V的 對 你的AV的 不不不不 是 是廣告你的節目 對 對 這禮拜把我走 這禮拜 是一個黑道 黑帶管理教練 是黑道就開心了 黑道真的要靠你 黑道 我跟你講 真不行嗎 每一個黑道都劇訪 好不好 我每次都很誠懇的 叫我製作人冒生命危險 去約 看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接受的 其實他沒有劇訪 是製作人不敢約 也不是 製作人可能就 後來折損了 我們只好再找另外 我覺得今天完全是 我的 風格整個是代道 喔真的 那原來是什麼樣的風格 等一下可以 給大家示範一下嗎 比較少有笑聲的啦 所以 就是 我深深檢討 真的喔 就 場面背極哀七 對不對 就大家一邊講一邊流淚 一邊流淚 可是我覺得夢想很開心啊 對是開心的 大家又創業成功 然後又 可以被人家看到 我覺得很開心的 創業不一定成功 沒有沒有沒有一定成功 不過他失敗我 旁邊看也開心啊 你也開心 我笑得多開心 這多好 我想說沒有 沒有那麼嚴肅耶 所以原來你走比較 比較嚴肅的路線 應該講 偶包的路 有偶包的 這個 不是 我們也遇過 有偶包 有時候訪問就很困難 比較難 沒啦沒有 開心 今天開眼鏡也開眼鏡 沒沒沒 就 開心 就好 就是要開心 不然做節目每天多辛苦 對不對 真的 每天上班也是 你們公司多少人 呃 台灣這邊是14個 14個 有行政助理或秘書這種行政工作 有沒有短裙黑石呢 沒有 那創業有什麼意思 你看 是不是 害我十分期待的提出問題 結果並沒有 還是要靠你走 也沒有 我可以找 但怕你不能用 怕你不能用 以前 欸幹這不斷腐爛你 以前那個 新竹科學園區外面有很多的供應商 媽開店業務直接從酒店找過來 那不是在開玩笑的 因為媽工程師隨便就乘船 管用管用 保證管用 管用到後來他主管懲處他 是 之後 並沒有後悔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就開心啊 是不是 好開車 好 歡迎回到 POP RADIO 想先爆的節目現場 今天的來賓是 POP RADIO 夢想實驗室的主持人 也是 AV 台灣的總經理 Will 那我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那個開場 opening 你們節目 我們節目啊 對啊 一樣就是你剛剛念 一長串那個 那背給我聽 我背不起來 我告訴你 你若覺得你 你若覺得你背不起來很難的話 我主持節目幾年了 三年 完全背不起來 從來 如果今天來這邊啊 沒有這張紙 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說 各位大家好 我們節目開始了 然後感覺好多了 真背不起來 不是我 不是 但是黃偉漢啊 這個黃陽明等人很認真 他們都背起來 邱明玉應該也背起來 對不對 邱明玉也背不起來 好 但真背不起來 我真沒辦法 尤其又有數字又有名字 還有先後順序 所以各位都應該要明白 這張紙呢 雖然看起來不起眼 但是非常重要 那吃飯的傢伙 沒有這個吃不了飯 所以這個禮拜是一個黑代的管理學教練 對 黑代管理學教練 什麼叫管理學教練 基本上就是幫助企業做企業內訓 然後 那內訓底下人不聽 就夯一拳就送醫 所以要黑代嗎 你要黑代 黑代就讓他確保可以聽 沒有啦 他今天到底來了沒啊 他來過了 他來過了是不是 你下禮拜收律師函嗎 你現在說人家在訓練的時候 會毆打學員 那所以你訪問他 你覺得我 因為這禮拜流播對不對 你覺得在這個 這個禮拜的這次訪問裡面有沒有學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大家禮拜六的時候可以跟著聽 其實真的蠻有趣 因為其實現在 剛來到了年底啦 那我覺得其實 每次到了年底 大家一定都有一種心情或感覺就是 我順便打的差啊 剛剛網友提醒我一件事 我連節目名稱都有記錯過 就是我講的是黃河漢的節目名稱 一念出來之後大家覺得 靠這人來幹嘛騙錢的 這是哪一個節目 我講的是黃河漢那個什麼 黃河漢那個節目叫什麼名字 撞新聞 這頓講的但我根本聽不見 撞新聞 對我連這個都會記錯 好我們是搶先報 那回到剛剛了沒有 回到剛剛那個黑代訓練師 當然我不要拒絕太多 但就是因為到了每次年末 然後年初的時候跨年這個字跡 大家覺得對明年一定會有一個 希望可以跟今年不一樣的期待啦 對雖然說你一開始報了明年會是 現在是藍燈 明年就是 明年可能更慘喔 明年搞不好要到黃燈以下 2023年 IFF說 The darkest hour is coming 至暗時刻要來啊 對對對 所以其實反而 剛剛我在訪他的過程當中是 學到了 其實明年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即便景氣很暗淡 做training的會不會在景氣變動的時候 優先被擺脫 因為就覺得沒有必要不找你啊 沒錢啊 對他是一個沒有實質投資報酬力的東西 就很難預測對不對 對對對我做一個產品賣馬上有RM 對啊我我有一個實際 而且我的現金馬上可以周轉 對對對培訓是 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員工才可以得到啟發 開始有很大產出 所以是一個比較辛苦的 那他們明年如果景氣不好 他後來有跟你講說有什麼樣子的計畫 準備面對海嘯景氣海嘯的衝擊嗎 對因為其實明年反正 我必須講所有的創業者明年的優先順序 不是擴大市場 對 而是先存活 現金為王然後要保住 對要保住 那其實這個時候你可以做就是不斷的做大量的內容產出 那一方面當然是說可以 在這個時候有增加自己的流量啊 對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 我覺得是趁這個時候也不斷的散發出好的訊息 讓大家看到希望 讓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性 我跟你講我以前也做過培訓 我以前真的不管是兩岸我都做過培訓 但是成功也很成功喔 就現場大家熱淚盈眶紛紛落淚 但問題就在我走了之後一個月 大家就紛紛離職說我要去追求夢想 後來就再也沒有公司要找我了 就是把你找來一次我公司少一半人 那在搞什麼東西 所以我後來想說培訓就培訓 不要做得太感人 但是這個後來也沒有這種工作了 所以我們再拉回來 夢想實驗室在過去四幾集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你印象最深刻的受訪者職業啦 或者是人格特質本身特別讓你印象深刻 對其實印象深刻當然蠻多 像你一直在咳嗽是不是跟蔡英文一樣很緊張的時候就會 對今天見到豬大本人 不是這樣講我今天非常客氣 我沒有做任何挑釁的動作 而且我們笑得很開心 對像是呃陳彥博先生 極限阿松的一個跑者 那很感動他是在2011年煙火癌 然後年初診斷出來嘛 年末就完成了一個沙漠的 就是一個沙漠的挑戰賽 然後還得到世界第三名 然後就不斷的去突破 那重點是我在他的訪談當中 我發現一個很恐怖的事情是 他做這所有的極限 冒著生命遊行運做這些極限挑戰 得到冠軍是沒有任何獎金的 沒有任何獎金喔 那光贊助都很麻煩對不對 對所以他光贊助他就是打了幾千通電話 可能會接的只有十分之一 最後贊助的是一通到兩通 對所以這個是呃 你會很好奇啦 這樣的人他到底為什麼要一直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會找到一些真的讓人很感動 就覺得真的應該是要離職 沒有看一下 他也沒辦法離職你知道 但是可能會旁人聽完 他自己選的你知道 我們都常常聽那種勵志的說法 就自己選的路就算跪著也要走完 對因為後來他書賣很多 我就不引述這是誰了 OK 對 那另外其實像有一位是 他是一個園藝師做園藝的 但是他對所謂的台灣的這些廟會文化很有興趣 做園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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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otanic那個植物栽培植這個東西 對廟會有興趣 對所以他就拍了很多廟的這種東西 然後後面也是出了書 然後出了書所有的 他是拍動態還是靜態的 靜態的 喔照片喔這個格外挑戰 對那靜態拍完他還像如果你去釜山機場 那個推車上面全部是他拍的那個照片 然後也之前他有過一次是得到國家地理頻道的一個獎 但得完那個獎之後他不是最近那一位 是之前那一位 不是你講最近那一位我就想到上次有一位呢 因為拍到有一位太那個起架 然後啪的一聲一巴掌 然後結果我們後來我就後來跑去那個那個什麼 莫容太子那個宮廟去罵他 然後我們說那不然我們訪問這一個攝影師好了 那個攝影師說對不起不方便 所以我沒有訪問到他 我只是聽到你講那個故事有所感 啊真的 對所以像這位他拍的這個書 他的書全部的收入是捐給一個廟的重建 喔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對然後因為他得完獎之後 他就後面他跟我講說他再也沒有要再去參加任何獎項 喔沒有沒有創作動機了嗎 還是不參加獎項 不參加獎項 我就覺得很好奇 我說這個可以讓別人看見你 嗯他說他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看見他拍的那些文化 嗯但是得獎之後是只有他 他拿到好處 然後他變有名了 但是他這東西並沒有更有名 那這個廟現在是不是還沒蓋完 還沒蓋完 因為沒有不是我通常聽到這種急流勇退的人 就知道後面那個錢賺比較少 可能廟就蓋不完 希望大家還是考慮一下 但是在起這已經已經開始蓋了 已經蓋了 對所以我就覺得哇這些故事是很精彩 就不要單純用可能一些我們受到教育的那些方式來衡量一個人的 對不要用我們的KPI去衡量他們 或是錢啊等等 那你自己在主持這樣節目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覺得就是也可以讓你在譬如說你自己的企業經營啊 或是你自己的人生規劃上有一些可以採用的方向 我會不會剛好問到了這個我仿槓裡面有寫的讓我趕快把它撕掉 好像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非常努力的繞過所有仿槓裡面提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繞過了 對對對對對 太厲害了 有沒有對自己有所啟發也在自己企業經營啊 或者是行銷上面有幫助 其實對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啟發就是 以前我在受的教育還有我早期的工作經驗是覺得 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今天我的老闆跟我講下個禮拜突然要什麼 然後我一定會想你跟我辦法完成 我不會說我可能要去度個假 我週末還要跑個馬拉松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一下你剛剛還是沒有講你以前受的教育訓練跟工作 到底是什麼領域 我以前是在製造業 傳產是不是 做iPhone 做iPhone有很多領域 從紙盒到外殼到晶片 我就在那個核碩 核碩那就是 做組裝 組裝在上海 對然後後面再到LED 所以是都偏 算科技耶 科技對但是 LED那時候你 那個核碩那時候你在張江是不是 沒有我是在上海昌碩 在浦東新區那邊 那算比較先進耶 張江就跟台灣的竹科一樣有張江男的稱號 就是走出來又是交不到女友的一個狀況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 當年上海那個地方也是這樣 真的嗎 對對對但後面好了 後面好了 看你的外型到外灘去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把到妹啊 當時不是長這樣 當時我胖到120公斤 這是一個開心的體重 那你也可以去外灘的然後坐在地上要飯 這樣應該也不錯 沒有女生但應該會有一些同伴 對對對 對對對 後面就放二維碼了 所以所以在放後面少比較方便不用放碗了 那但你在那邊工作科技界大概做了多少年 做了八年的時間 那是蠻超的耶 那肝是不是都壞掉了 對那個時候真的是 也是因為就是快壞掉才 驚覺不能再這樣下去 真沒辦法 真沒辦法 那就好險在過程當中有去投資啊 所以我現在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也教會大家 努力工作之餘一定要好好的管好自己的錢 先要因為你有不然有錢 有命賺錢沒命花錢 對然後就你到最後不知道是誰花走 你賺的錢都給醫院或者是 對啊或者是你你娶的一個老婆 對不是不是這樣講不太對 我請的一個司機 等等這個深入太深入的地方 讓大家會失去希望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先稍稍講一下 那個時候你投資的領域大概都是什麼領域 我是以美股為主 美股哪些領域 美股很多啊我之前投資Netflix 結果疫情結束之後大跌 混帳 因為我在早點買就可以賺六七八倍 因為我自己是在半導體產業 所以我都是以半導體領域為主 對但是今天也是很慘 今天也很慘啊 不過而且有另外問題就是存貨過多 就是恐慌性的叫貨之後導致庫存上升 然後他其實是提早面對的巨大 就是傑安特面對的狀況就是 一直大家都說什麼要在家上班什麼 但是搞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又回去了那個需求就降低了 對對對 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再會 十五三八耶 不是我不看的關係 那個1538是什麼 我們因為是Live 所以會有什麼時間一定要進廣告 因為是聯播 所以是全國聯的 對對對 我們要多看這個 所以是這一段 還是下一個Cue的聲音 應該這樣講 第一段就是到1538是極限 你不收他就收掉了 那後面應該是有一個30分 但他忘了學 所以我不Lock 所以下一個47分 4738 對阿 下一個就可以進公司啦 可以阿 對阿 AVI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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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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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募資啊 對啊,就是這個需要有這種 它那些開銷蠻大的 蠻大的,但也就是持續 持續有人願意想破完,那還不錯 對啊 很辛苦 很辛苦,但這個是它自己選的 它那些機票什麼的設備就很貴 而且有可能還要帶團隊去 所以它的成本 不是很低 沒有,省不了 好的 支持夢想 我跟我說,原來來賓也是脫皮者 Pegatron脫皮啊 Pegatron好像真的很嚴欸 我上次看一個 沒有故事康言 那當然 就它說三大不可以去的地方 就是Pegatron是第二名 然後第一名就是 Foxconn 不行,等一下我要稍微聲明一下 Pegatron是好地方 那是好地方 沒關係,已經播出去了,怎麼樣來不及了 沒有頭髮 有沒有頭髮,有啦 但是因為戴帽子是要維持造型 好,我們來問Will AVI Taiwan這個公司,因為你是他總經理嘛 這個公司的領域到底是什麼 其實公司領域有三大塊 我們是在澳洲上市 所以基本上第一塊是資產管理 在新加坡 再來是金融科技 也是在新加坡 有App 那最後一個是教育 那教育就會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澳洲台灣 就是很多地方都會有 那就剛剛提到的 我們發現好像不管你是什麼背景出身 成績好還是不好 出了社會 如果你想要真的過上喜歡過的生活 財務教育是一定不可少的 是必須要啦 就是我們這樣講 最近其實有很多詐騙案 中間有很多的每個 就是你聽了就知道不太可能 譬如說什麼每個月回本10% 或者是什麼 因為我有豪車跑車啊 所以我可以這個年這個6000萬一台 然後你投資鍵你開什麼 這一聽就是詐騙啊 那但是公司要在一個景氣波動很嚴重的狀況之下 尤其是過去三年是疫情 這個要怎麼繼續推動 資產管理歸資產管理啊 那但是你要怎麼繼續推動教育這種 需要人跟人之間接觸的事情 就教育到還好 因為現在線上就是你投的相關像Netflix啊 Zoom啊這一些 基本上都是可以繼續實現我們做教育的這個事情 那反而是真的像今年後疫情時代 反而是可以看到比較少人會把自己的錢放在投資自己身上 去學習這個上面 因為都要存起來啊 大家其實很擔心明年一個大暴跌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而且現在台灣的局勢是相對緊張啊 對啊 我有網友問我說 欸他有朋友啊明年要來台灣實習 問我要不要來 我說來屁啊 你們是怎麼樣想打仗是不是 喜歡貝魯特那句貝魯特啊 就台灣現在的狀況的確是風險比較高 所以很多外商投資啊 或是相對的 投資領域都比較收手 是 那這樣怎麼繼續跟人家推呢 就是像曹欣誠一樣推動大家買防彈衣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自己也把智能關係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是一個完全沒有負債的公司 那因為這樣子其實我們自己的runway是設的蠻長的 我基本上可以可能這一年就賺賺行行的把現有的社群服務好 不要再做擴張也都可以活得還不錯 需要回新加坡樹職嗎 就是要回去報報到什麼的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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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就在這邊就好了 我就在這邊 會有年度大會 譬如說回澳洲或者是回新加坡 會有會有就是我一月就要回新加坡一趟 對但主要是整個管理層開個會吃個飯這樣子 就吃個飯就走了 吃個飯 我帶家人去啦 那就那就好順便 順便因為新加坡已經整個都恢復正常了 對他們 他們很早啦 大概今年七八月左右就已經全部恢復正常了 對真的在那邊 對啊就是不需要戴口罩 對啊那時間適應 其實兩相比較之下 你做資產管理或是做財務規劃 在新加坡做起來比較容易啊 因為你的針對對像是比較集中密集 而且好溝通的 在台灣其實雖然我們的人口基數比較大 但是要接觸到需要 而且願意做資產管理其實比較困難 對所以我基本上台灣沒有在做資產管理 真的是單純的去做所謂的教育這個部分 那就面對一般大眾 那剛剛大人提的很好 在新加坡因為大家比較有意識 在台灣是大家比較沒有意識的 比較沒有意識 對所以像我自己也是深受其害 我的爸就是以前喜歡杜播 然後很多高利帶 所以我一開始會去和索 和索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和索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前後接起來不太對 好像我爸之前愛賭博很多高利帶 所以我去和索 這個流程不太接 和索人資在遠方抖了一下 為什麼爸爸接了很多高利帶人要來和索呢 有一個和索園區 專接高利帶支持 就當時的選擇裡面去和索當台幹 真的是相對收入高一點 是比較辛苦一點沒錯 但為什麼去那邊當台幹會胖到120公斤 就是真的後面後面是我跳到了半導體 應該講LED的照片 然後就轉業務 因為要賺更多錢 然後就要一直應酬 所以就會變胖 你們那時候上海應酬都去哪裡 上海啊 對就是在南京西路 靜安市那邊 靜安那邊 對對對 那裡Pub很高檔 都公司出錢 公司出 那這樣你就喝到 直接胖到120 我到現在 對但是我到現在還 就是在那之後 我現在還是不敢喝紅酒 我已經喝到 就是不行 不是紅酒喝醉 還要吐很噁心 好不好 真的是 而且年紀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就喝威士忌 沒有 除非你真的喝很好很好紅酒 就那種這個 這個五大酒莊啊 什麼東西的 不然年紀到了就沒有辦法 會會會會 還好 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應酬 但是實在是很傷身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 就是我自己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知道在台灣 是更多人需要的 就是其實很多人沒有意識 然後深受其害 所以反而在台灣 我主推就是 讓大家可以 翻轉自己人生的一個 財務教育 可是這個我要問一下 因為財務教育以外啊 台灣的割韭菜也割很嗨啊 你像那個逃到國外去的郭哲民啊 還有之前超跑詐騙的一些人 或者是甚至有人 他蠻知名的開了一個直播公司之後發行的加密貨幣呢 基本上被人家譽為割韭菜之王 就是都基本上都是垮 那這個怎麼辦 要怎麼避免這種東西 因為加密貨幣其實很吸引人 那可是吸引人到現在 FTX也垮 那币安也出現危機 之前已經有太多家 我就說都不用說了 那以太幣好像自從新智上市之後 也沒有人在挖了 所以專精挖礦的公司也都垮了 這個要怎麼辦呢 加密貨幣是不是完全不能投資啊 我必須要講 不是完全不能投資啦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是賺不到我們認知之外的錢 所以如果賺不到認知之外的錢 就是兩條路 第一個就不要賺 第二個就擴張我們的認知嘛 所以在加密貨幣裡面 至少我知道 首先在加密貨幣也好 或是什麼跑車股種股票等等的那些也好 在那之前先把自己的錢做好分類 當我自己有好的資產配置 比如說我就知道說哪些錢是養家戶口用的 哪些錢是我要做可能是ETFR 防守型的用的 哪些是進攻的 那進攻裡面我可能只有10% 我就專門去做那些 公風險 看起來很吸引我的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的 但是我可以採那個風險 你說賺了真的跟他講的一樣 翻倍再翻倍 那也不錯 有一筆小錢 虧了我生活可以過得下去 對 那這也是一種學習過程 拓展認知的過程 所以先做好自我的保護 這個東西我以前其實有試著做過 我覺得當然不是做資產管理而是要承擔風險的時候 我當年年輕的時候很簡單就去賭成一趟 你就去這個blackjack 我都壓一千美金 然後從頭玩到尾 最後剩五百美金覺得累 我就壓五百美金 一次翻盤結果又變成一千美金 結果導致當年晚上沒有辦法下賭桌 可是這種感覺會有很強烈的腎上腺素的分泌 對會上癮 會上癮 而且你要練習的不為這個所動 當年我去練的就是 因為你做不管是股票通知或是資產管理 很多時候你會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有些人要嘛守就守不住 要嘛丟就丟太大 這個心理建設要怎麼辦 其實這是一個很棒的 剛剛主導講到這是一個很棒的過程 我們在看到很多投資的時候 其實老實說投資成功就是兩個要素而已 一個就是心態 一個就是專業 那心態跟專業哪一個重要 到最後你發現專業非常重要 但是心態是最最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看過有心態沒專業的 他最後是賺錢的 就是我傻傻放台積電等等的 他十年前放他現在不管跌到 對但還是賺還是賺 對就是有心態沒專業 但是有專業的人 我們常講不怕你做錯 怕你以為自己是做對 太敏感他就一直抽動 在那邊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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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進快出 然後搞到最後什麼錢都沒賺到 對啊 所以其實真的這是一條路 那我們叫投資行為學 他就是一個你在投資過程當中 其實到最後你是發現自己可以面倒整個人身的面向 對啊對啊 那所以這樣子的整個教學在疫情期間都是透過線上 都是透過線上 但沒有辦法面對面這種東西如何交心呢 因為你交的東西其實很牽扯到內心 而且錢的投資本身比較敏感 對這個要怎麼辦 其實這個反而是所謂的教練系統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你學了後面沒有人帶著你做 或是你做了沒有即時反饋 他學的是白學的 對因為你隨便自己操作一下就出包 你可能看完youtube就是一樣的概念 對所以後面到底你有沒有人跟你講說接下來12345做什麼 然後你在做的過程當中你碰到問題 有沒有人可以跟你講說你對還是不對還是怎麼解決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線上就有一個類似 就是所謂實戰地圖的一個計畫 那你在家就可以還開始按照按部就班去做好所有的東西 所以包含你的錢應該怎麼分類啊 你的銀行帳戶怎麼設置啊 甚至去開你的證券帳戶啊 怎麼分析公司啊等等的 就這樣一步一步來 所以其實在去年我們反而是擴增最快的時候 也就是大家願意在家然後願意同時上課 就不會是什麼一定要到公司的他彈性就比較小了 對對對那反而像今年這種景氣很差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這是最需要當大家都比較保守的時候 最需要趁現在去開始學習的時候 防禦性投資啊 對對對 但你們的coach的男女比例是多少 一定要知道一下嗎 呃女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多 你覺得女性比較容易 呃讓大家願意聽課的原因是因為 女性特質嗎 還是在財務方面他們本來就比較強 還是因為上課的性上課聽課者的性別問題 我沒有在笑喔各位 這次我很嚴肅的發自內心的問題 你是未有在笑 表示他內心想到別的地方 沒有我就看到客群我一直看到 很好奇啊 沒有我們發現的事情是 因為其實我們絕大多數學員都是從零開始 嗯或者是他真的在財務上面有碰到一些狀況 有負債啊卡債啊或者是收入太低啊 嗯等等的很絕望 那我發現其實女性的這些導師或是教練 他們的共情比較強 嗯因為其實你要解決財務問題 第一個要解決的東西是情緒問題 嗯如果你情緒不能冷靜的話 你沒有辦法做出好的財務決策 對有人就上癮就很很愛 東玩西玩牽運財什麼東西 對對對但那個時候你不知道解決錢的問題 是解決癮的問題 對對啊那所以要解決他們對這個部分的狀況 哇還有網友特別上課 他說為什麼AVI股價跌這麼多 澳洲股價有跌喔 呃就是去年跟著全世界一起跌 呃因為基本上股市 因為一開始股市的投資啊 我記得在疫情剛出來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會跌 所以我股市全部都賣光光 就沒想到衝了一波 衝了一波之後我大概就 有去投資航運相關的股票 也有賺一些 那結果後來現在又跌 為什麼因為供過於求 對他下定了太多的container貨櫃 然後下定了太多的船隻 到了供過於求的時候 這又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我如果沒記錯 像我看巨大的那個故事 我在那邊翻的時候 他說可能要到明年年中才能去化 因為那個庫存累積太多了 差不多我們估計也是明年年中到年底 那像這個部分的專業 你會建議你們的學員要怎麼樣 多看新聞報導嗎 還是你們會整理相關的newsletter給他們 呃其實我們希望學員 可以花最少的時間在投資上面 那真的是實現你的錢 就是至少他已經就定位在幫你工作 所以老實說 當然啦總體經濟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拉長五年十年的角度 回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這些東西沒有那麼重要 對但有的時候有個問題 就我不一定能再活五年到十年 剛剛有網友講說 老師穿黑獅子我就馬上報名 好我們希望你趕快滾得越遠越好 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先當教學好不好 外行笨蛋 您一定記得下載POP的APP 或訂閱 咪咪咪一致頻道 跟韋漢一起撞新聞 2022基隆搖等跨年 以前的反而看了樂隊 哇這個信息真的很強 這個 他們實實的 不過現在很多是粉絲喔 對啊 就我們很多新習慣 他們喜歡 他們跟我一樣 喜歡一邊弄一邊差 然後有人是做傳物的 所以他剛剛講的東西就是沒辦法 明年就是庫存的問題 好 那最後拍二講什麼東西 你覺得還有什麼東西要補的 嘴巴你可以講 員工日常 員工日常 就是穿不穿黑絲 有什麼特別之類的 有什麼特別的黑絲 沒有 其實要講的東西就是因為 公司一定業績很重要 你要怎麼激勵他們 這個在一個業績主導 就你沒有實質的Prada 你不會做一台車出來 或做一個手機出來 這種抽象的激勵跟KPI 你等於你公司內部也需要激勵 這個在管理者來講 可以聊一下 國門新巨線 首越 登場 即是登峰 坐享千日開發 坐有千平大進 二十六層崗古製震 雲端頂級會所 二十六至五十平 對啊 一直在講recession recession 我都知道缺電 現在最艱難的困難 的狀況沒發生 要到明年 大家發財囉 對啊 我知道看到周年慶什麼 還是很多人在買 哇 You spend too much 明年你就知道 對 其實裁員也蠻公布的 對啊 在於未來 你最愛的POP大王 都在九一西在一起 POP Radio 啊 德國 美國 澳洲 日保 西加坡 大國 在台灣 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平衡 旅遊是豐富人生最好的調味劑 精彩的旅遊可以開破眼界 高品牌的旅遊 你看果然那個 蔡大哥的製作團隊非常敏感 他說 第三個是商風敗俗嗎 然後他馬上就回 啊是說 來賓什麼 沒有我們明天有一個訪問 所以 並不是 我們隨時都處在商風敗俗的境界裡面 哪有可能 特別問這個問題 他緊張了 Yeah 搶先報 好 歡迎大家回到POP Radio POP搶先報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朱學恆 今天的來賓是 POP Radio夢想實驗室的主持人Will Will剛講說他的公司AVI Taiwan的這個員工規模也有十幾位 那以這個課程互動財富管理跟規劃為主 可是這個時候就困難了 因為他不是有實體產品 你不會買到一罐飲料 或者是你不會拿到一個搖搖杯 那這個時候員工的激勵跟員工的KPI管理要怎麼做呀 其實我必須得很感謝我的所有夥伴們 因為第一個他們一定是要我們的學員 才有可能成為我們的員工 是的 因為這樣才可以理解我們要做的事情 再第二個是他們一定是很重視說 到底學員有沒有得到收穫 所以其實你當看到有人因為你變得更好 這本身是一個很大的獎勵 聽起來吉他沒錯 但真的是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變更好通常會賺更多錢 他不會跟你講說不好意思 我人心變更好但我現在更窮 這個通常就不會跟你講 但當然公司也會有很多的措施來去確保 他們保持在比較好的狀態 像比如說每年有一個夢想基金 他要學習的話 我記得是至少4萬塊 讓大家去學任何他想學的東西 然後可能是對比如說公司 我們公司比較扁平化的 因為十幾個人也不需要太結成化 所以沒有穿短裙黑師的秘書 他可以穿 但是目前沒有看到 但沒有強制穿 沒有關係你強制穿 你就違反勞基法 我告訴你 大家不要亂想 我當哪一天看到你出現的時候 就應該是有人穿了 那目前沒有要出現 尤其是你穿的時候不要叫我去 OK不會穿 我會把它穿爆 對然後可能我們在每個季度會有一個review 但review不是review說你的績效做得好不好 而去review說他的可能各個面向 比如說他目前家庭狀況 三個月前你覺得你家庭是沒有很好的 那可能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現在沒有改善了 那比如說像你的健康方面 還有可能是錢你覺得錢不夠用 或者是你負債上次跟我講增加了 那有沒有做一些事情或需要什麼幫忙 所以是用把每一個團隊成員當成是一個人來看 不是一個只有工作的面向 比較是全方位評估是不是 對但是就也包含他的家庭啊 生活面向等等 所以連員工的內部考核要考核到這個程度 會不會有員工說不好意思我隱私怎麼樣 可以啊 不爽告訴你 可以尊重可以尊重 對對對但當他就是我們我們重點不是要去考核 而是看怎麼樣可以幫助他做得更好 如果他覺得有問題的地方 那這樣子要 因為我們說每個永遠都在找到問題之後怎麼解決 對這幫助他過得更好 是要如何做 因為公司的能力有限 或者公司的你要管十幾個人 你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深入到他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這個東西怎麼辦 叫他去上心理輔導課嗎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對其實相應的安排當然是公司會協助啦 那只是說每一個團隊也要去意識到說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幫助他理清楚到底他到底現在 此時此刻最希望把什麼東西做到比較好 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幫助了 對可是在這次上就是當然 每一個人的關係要很融洽 可能是我跟他們等等的 那我很覺得 不需要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覺得在上班的時候有一個面具 回家有一個面具 因為大家有很多身份嘛 又是爸爸又是老公又是兒子等等的 我覺得可能至少他在公司是可以做自己的 那就是在面對任何人的時候你就是 做好你自己用最自在的方式去工作跟生活 那這一段時間你會不會很久沒有看到本人 已經又回公司上下班了嗎 我們現在回公司 但基本上現在是尊重大家 所以你想回就回 想回就回一個禮拜就只有一次開會的時候是大家出現 那之前疫情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我這樣講 像矽谷面臨了一個新的逃亡潮 就是大家說疫情恢復了 要恢復上班了 不想回去 然後Amazon Apple都面臨了 員工不來上班 在傳統的管理模式上會遇到一些挑戰 你們有類似的問題嗎 是還好 因為台灣基本上大家還是比較需要薪水的 所以你就跟他講 那不回來自己看著辦 沒有就一個禮拜一次 大家還是可以接受 OK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狀況 就是時代在改變 而且是一個很劇烈的改變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子改變自己個人 改變公司 甚至改變運作的模式 才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你這次去新加坡是三年以來第一次公司的大會嗎 今年已經去了蠻多次了 為什麼是今年去那麼多次 今年就是 還有他們也有來 因為大家太久沒有見面 然後就總部邀請大家一起去度個假 那時候他來台北很多酒店需要三紀令 這怎麼辦 他沒有小王卡 沒有去酒店 沒有去酒店 不好意思我多心 我只是順便問一下 好啦我們希望這個 Will在接下來的節目主持 在夢想實驗室 能夠有更多更有趣的來賓 是每個禮拜六的 下午四點到五點 是的大家有興趣可以收看 這個禮拜是 黑道的 不是 黑帶 黑帶的經營管理師 也是訓練師的訪談 各位可以從裡面獲得一些知識 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大家拜拜